我们已经学过了第二课的单词以及语法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全文 会话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21页 21页を見てくださ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文 今日は春の半年があります 今天有春季的大景价 本名是それで それで同学们它是因词的意思 那么什么是それで呢 同学们それで和そこで千万不要搞错 それで一般讲的是 后面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而そこで所表达的意思是 前面是一个事实 后面要采取某种行为态度 要注意一下的案 留学生の永島さんは 李さんを誘って 街のデパートへ買い物に来まし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留学生中道他要请小李 在这里面の誘って就是中文的審事 那么后面一句话呢 讲的是到大街上的百货商店来买东西 这里面要注意的地方是 留学生の永島さんは 这里的の 是同位语 他邀请小李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么后面呢 是有来去的目的句 街のデパートへ 買い物に来ました 这里的へ是方向 に来ました 这里的に 实际上就是我们来去的目的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表示来去的目的的に呢 它的前向的接续要注意的 接的是动词连用型一型 或者是杀遍动词词干 杀遍动词前面有避孕的情况下 还是用动词的连用型一型 如果没有避孕的情况下 就用词干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 買い物前面没有避孕 所以買い物用词干就可以了 他原本呢 就是買い物する 下面我们再来看下去 中島さんは靴とコードを買おうと思い 李さんはカセット的機と 万年筆を買おうと思いました 中島想买鞋子和大衣 小李想买录音机和钢笔 那么在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中島さんは 李さんは 他们实际上在这里是强调对比的 中島呢 他想要买的是鞋子和コード 就是大衣 这里的と就代表了 他只要买这两样东西 还有顔とおもい 原本呢是顔とおもう 用了一个动词连用型一型的中顿形式 动词连用型一型的中顿形式呢 我们经常在文章语中用的 或者在讲话的时候呢 郑重的情况下也可以用 かおうとおもい 这里用了动词的未然型二型 加上一个うよとおもう 他强调的是自己的意志决心 在这里呢 我们说中島先生的决心意志 就是要买鞋子和大衣 好再看下去 小李呢 他的决心意志是要干嘛呢 他要买的是 カセット的機 就是录音机和钢笔 他也要买两样东西 都要这里用了多 如果这里用鸭的话 就表示还有什么什么等等的感觉 同学们要注意的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段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下去第二段 中島さんは靴売り場で 色々な靴を履いてみてから 形の気に入ったものを買いました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中島在鞋子的柜台 试穿各种鞋之后呢 买了一双款式满意的鞋 同学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中島さんは靴売り場で 这个で是动作发生的场所 色々な靴を履いてみてから 这里的でから 做好前面一个动作之后 马上做后面一个动作 什么什么之后 还有はいてみてから 这里的はいてみる 要注意的てみる 讲的是试着干什么事情 那么穿下身的衣服呢 用了吐く 所以吐いてみてから 这句话 讲的是试穿了 各种各样的鞋子之后 后面怎么样呢 形の気に入った 気に入る意思是 中意满意 那么什么什么中意满意呢 我们会有 何々が気に入る 形が気に入る 原本是这样的 就是说形状非常的满意 在这里面 形が気に入った 它是做地域的 修饰后面这个もの 当我们的词组 去做定语 修饰后面一个体验的时候 我们说词组里有何々が 这个が我们经常会换成の 所以就变成了形の気に入ったもの 如果问大家 为什么用の 这个の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它就是が 有的同学还会说 为什么不用 気に入る 而用了気に入った呢 动词的他形 做定语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过去 也就是纯粹的过去 第二点意思呢 它表示的是状态的持续 在这里面讲的就是 状态的持续 也就是気に入っている 所以这句话呢 它讲的是 买了形状 非常满意的东西 这个东西 指代的就是鞋子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サイズは26.5cmで 値段は230元でした サイズ指的是尺寸 尺寸怎么呢 尺寸是26.5厘米 这里面26.5cmで 这个で就是名字的中盾 为什么要注意一下 値段は230元でした 价格是230元 那么230呢 我们就会念成230 人民币的元 读成的是元 写成的是元 如果是日元的话呢 它写成的是一个烟 但是呢 它要念成的是円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それから 自分の体のサイズにぴったりで 軽くて着やすいコードを買いました それから 表示然后的意思 或者也可以翻译成中文 叫另外 怎么样呢 它买了一件 十分合身 穿起来又轻又方便的衣服 自分の体のサイズにぴったりで 这里的で 也是我们形容动词的中段的形式 在日中ぴったり 它既是一个副词 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也是一个自杀动词 在这里面呢 它运用的是形容动词的中段的形式 适合什么什么 前面一般用に的 所以呢 自分の体のサイズにぴったりで 用了一个に 符合自己身体尺寸的 和声的意思 軽くて 讲的是形容词的中段的形式 い便く 加上一个て きやすい 要注意的 动词連用型 一型 叫やすい 表示容易 怎么怎么样 动词連用型 一型 加にくい 表示的是 难以 怎么怎么样 不管是容易也好 难以也好 やすい にくい 表示事物本身 所具有的特征 是容易 还是难以 在这里面 きやすい 就是容易 穿穿的舒服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 りさんはカセットテッキを買いました 这句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小李买了一台录音机 ちょうど春のバーゲンなので 2割引きの安い値段でした 因为正巧遇上春季大减价 所以呢 价格便宜 打了八折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这里的ちょうど 讲的是正好 它的发音一定要注意是ちょうど ちょっと 就是少微的意思 春のバーゲンなので ので 表示的是原因 客观的原因 它的接续是用言的连体型 加ので 名词要加なので 所以是バーゲン 加了一个なので 那么后面 にわりびきの安い値段でした 这里的びき 就是减掉的意思 所以就是减掉20% 那么100% 减掉20% 还有都可以的 友達に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ようと思って 他想要给朋友礼物 这里是 誰々は誰々に何々をあげる 同学们还记得吗 这讲的是A给B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授受关系里面的 给什么什么东西 在这里面 安げようと思って うよと思う 表示的是决心意志 就是说 然后呢 他想要给朋友礼物 怎么样呢 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这里的思って 要注意到 在这里面 这是动物人用型 二型的中盾 表示原因 因为他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要干后面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最后 就是 何々を買いました 这么想 所以他买了什么 一支冠笔 是一支怎么样的冠笔呢 値段がやや高く 新発売で ボールペンと 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 青色の 万年筆 就是说 价格稍微有一点贵 やや 是个富士 稍微的意思 新発売で 新上市的 ボールペンと 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 和原住笔 怎么样呢 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 成为一套的 青色 讲的是 蓝色的 マネイズ 所以 这整句话呢 我们会这样说 另外 想送礼物给 朋友 所以呢 小李买了 价格 稍微有点贵的 最新上市的 与原住笔 配套的 蓝色的 钢笔 好了 那么我们的前文 也就解释到这里了 下面 请同学们 跟我一起 请同学们 请同学们 今天 我家人的気に入ったものを買いました。 サイズは26.5cmで、値段は230元でした。 それから自分の体のサイズにぴったりで、軽くて着やすいコートを買いました。 李さんはカセットテッキを買いました。 ちょうど春のバーゲンなので、2割引きの安い値段でした。 それから友達に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ようと思って、値段がやや高く、新発売でオールペンと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青色の万年筆を買いました。 はい、全文はこれで終わりです。 下面、我们就来进入会話、绘画部分。 李さん、今お暇ですか? 小李、现在有空吗? 然后看看她的回答 えぇ、夜の自習時間まで暇ですが。 这里的が後面没有了。 那么不知道、怎么怎么样、可以不翻译下去。 她的意思就是说、是的。 到晚上的自習時間为止、我都是有空的、不知道。 你有什么事吗? 她没有说下去。 それでは、今日は春のバーゲンがありますから。 一緒に買い物に行きませんか? 这里面、今日は春のバーゲンがありますから。 这个柄としても要注意的。 如果是体验加柄、它一般表示的是时间、地点的起点。 如果是前提或近提加柄、当然表示的是主观的原因、结果。 翻译成中文可以说、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 那么这句话当然是、因为今天是春季大减价。 所以怎么样呢? 一緒に買い物に行きませんが? 何になりませんが? 和マシューが? 是不是相似的。 他们的接续都是用动词的用选一型来接的。 那么所表达的意思当然是、劝对方和自己一起干某事。 翻译成中文可以说、什么什么好吗? 当我们答应对方的时候、可以说、はい、什么什么マシュー。 但是当我们不答应对方的时候、一般会委婉地说出自己为什么不的一个情况。 一般不会直接说不、我不去、像这样的啊。 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看看对方,他是怎么说的。 え、いいですよ。 どこへ行きますか? 这里面いいですよ。 同学们想想是答应对方还是不答应。 当然在这里是答应的。 比如说いいです。 いいんです。 这当然是不答应的。 如果说いいですよ。 いいですね。 え、いいですわ等等。 他的后向有东西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答应的。 有东西说老师、いいです。 不是好吗? 为什么いいです? 在我们回答的时候就是不好了呢。 确实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某一样东西哈。 何々がいいです就可以的。 但是当我们回答对方说いいです。 是不行、不答应。 一定要注意一下的。 どこへ行きますか? 去哪里呢? 町のディパートへ行きたいのですがどうでしょう? 町のディパートへ行きたいのですが。 这里的の、同事们要注意的。 在这里面のです。 当然是解释说明的。 对吗? 这里的那是什么呢? 当然是瞬间的。 后面どうでしょう? 当然就是どうですか? 是我这样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想去镇上的百货商店怎么样? 看看小李是怎么说的。 ちょっと遠すぎますね。 夜の実習時間に遅れては困りますよ。 他的意思是太远了一点了吧。 这里的遠すぎます。 同学们要注意的。 动词的用心異形加すみる。 形容词词干加すみる。 形容动词词干加すみる。 表示过于的怎么怎么样。 一般用于消极的情况。 在这里面讲的是过于的远了、太远了。 后面 夜の実習時間に遅れては困りますよ。 では困ります。 要注意的。 表示如果什么什么的话,那就为难了。 晚上的自习时间赶不上的话,来不及的话,就会为难的。 好,再看下去。 学校から町まで5キロしかありませんから間に合うでしょう。 他的意思是因为从学校到这个大街上,或者说到镇上, 这里面5キロしかありません。 要注意的しか否定。 同学们是不是就是肯定的意思啊? 紧紧的意思。 しか后面接否定就相当于 大街后面接肯定,表示紧紧止的意思。 那么这句话就是说,因为从学校到大街上到镇上只有5公里, 所以来得及的吧,赶得上的吧。 まにあう就是来得及,赶得上的意思。 好,那么我们看看小李怎么回答,去不去呢? じゃあ早く行きましょう。 那么我们快一点去吧。 这里的早く行きましょう。 早く要注意的形容词。 去修饰动词的时候,形容词一要变成哭的。 好,我们第一段的绘画就到这结束了。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的对话。 店に入る、进入店。 すみません。 靴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 不好意思。 这里的すみません就相当于excuse me。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说あのー。 也可以的。 靴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 就是说鞋的柜台在哪里呢? 靴売り場ですか? 这是确认是鞋的柜台吗? 鞋的庄柜吗? ここをまっすぐ行くと。 エスカレーターがあります。 这里的と、同学们要注意的。 它实际上讲的就是供起。 后向是前向主体感觉到,或者是发现的。 它的前后主体是不一致的。 这里面ここを。 同学说为什么用を? 因为行く它是一个移动性的词。 在这个地方呢,你笔直的走,就会有一个电梯。 エスカレーター这里面讲的是自动扶梯。 那么エスカレーターのところを右に曲がってまっすぐ行くと。 左側にあります。 这里的と跟前面的一个と是一样的,表示的是供起。 就是说在我们自动扶梯的这个地方呢,你往右拐。 在鼻子走的话呢,就在那个左侧。 我们说ここをまっすぐ行くと的を。 和我们的エスカレーターのところを。 这里的を都要注意的,它表示的是移动经过的场所。 它后面我们说第一个ここをまっすぐ行くと。 是行く,它是个自动词,但它是移动性的词。 エスカレーターのところを,它的动词是右に曲がってまがる。 拐弯,我们说拐什么什么,当然它也是一个移动性的词。 所以呢,这里都要用を表示移动经过的场所。 像这段话呢,最好同学们把它背出来。 因为在日语能力考试里面,听力的题目里面是经常出现的。 好,那么中导怎么说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左側ですね。 这个ね是确认的,就是左側对吗?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非常的感谢你。 接下去呢,就是我们买东西的一些场景了。 首先是くずうりば、鞋的柜台、鞋的专柜。 我们来看看这是店员和中导的对话。 首先店员会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或者是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中导怎么说? くずがほしいんですが、ちょっとみせてください。 我想买鞋子。 请给我看一下。 请让我看一下都可以的。 ほしい同学们要注意的是第一人称想要什么东西。 它的句型一般是 だれだれわ、なになにがほしい。 一问句呢也可以用于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不用。 如果要用的话,我们解句的时候可以用ほしいがった。 第三人称呢实际上一般用的是 だれだれわ、なになにを欲しがる。 这个句型。 くつ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ぜでんんです。 就等于のです。 向对方解释的。 我是想要一双鞋子。 好,看看店員怎么说。 どれくらいのサイズが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どれくらい、就等于どのくらい。 都是可以的。 表示的是多少尺寸的可以呢? 行呢? 或者说多大尺寸好呢? 都可以的。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就是よいでしょうか? 或者是いいでしょうか? 的客气的说法。 郑重的说法。 わたしがはくのですが。 是我穿的。 为什么用が? 同学们看一下。 这里的が是强调主语的。 是我、知道吗? 是我穿的。 のです是解释说明的。 が是不知道什么什么。 是我穿的不知道有没有啊。 他没有再说下去。 店员是这么回答的。 そうですか? これなんか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是吗? これなんか。 这个字类的。 这个也可以换成これなど。 或者是これなんで。 都可以的。 表示的是不完全取定。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就等于どうでしょうか? 它是比较客气的。 尊敬的讲法。 讲的是怎么样呢? うーん、こういうデザインはちょっと。 うーん、实际上就是不好否定的。 うーん、不行。 如果说うん。 那它肯定是好的。 こういうデザインは。 这种款式呢。 少微。 教育们要注意的。 ちょっと。 我们说有三点意思。 首先比如说请稍等。 少微的意思也就是。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是少微。 第二点呢。 我们找人谈话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 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 找你谈一下好吗? 第三点呢是非常的重要的。 它表示的是当人家问你这个东西怎么样啊。 你说ちょっと就是不好的意思。 所以呢在这里面。 こういうデザインはちょっと。 意思就是说这个款式不好。 好。 那么看看店员怎么说。 では、これは。 这个は要上升上去的。 它说的完整一点。 实际上讲的是これはどうですか? 或者是これはいかなでしょうか? 都是可以的。 サイズは25.5センチですが。 尺寸是25.5厘米。 它后向的一个啊表示不知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尺寸是25.5厘米。 怎么样呢? 我们来听听它的回答。 はいてみてもいいですか? はくし穿。 てみる。 讲的是試着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はいてみる。 讲的是試穿的意思。 那么でもいいですか? 它讲的是即使什么什么也行吗? 所以整句话就是試穿一下可以吗? 这样的意思。 回答是どうぞ。 请你試穿吧。 这个意思。 いかがですか? 怎么样呢? 中导的回答是。 ちょっときついですね。 这里的ちょっと。 讲的是少微。 就是说少微有一点紧啊。 つま先がちょっと痛いんです。 我的脚尖这边有点疼。 这里的んです是解释说明的。 デザインは気に入りましたが。 この形でもう少し大き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が。 这种款式呢。 我是非常的满意的。 这样的一种款式。 这样的一种形状。 もう少し大き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が。 有没有再稍微大一点的。 这里もう少し大きいの。 这个の就是形式体验。 讲的是もう少し大きいサイズの靴はありませんが。 好。 那么我们听听对方怎么回答的。 じゃあこの上のサイズを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じゃあ就是那么。 この上のサイズ。 就是说在这个上面的一个尺寸。 也就是大一号的意思。 如果小一号呢。 就是この下のサイズ。 この上のサイズを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おこする是不是自签的表达方式。 也就是说。 我给您拿比这个大一号的。 好。 这句话呢。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的。 大一号小一号会怎么说。 我们来看看中导怎么回答。 え。 お願いします。 谢谢你。 26.5cmです。 いかがですか。 这是26.5厘米的。 怎么样呢。 これは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いくらですか。 这个字合适。 じゃあ他也是很爽气的。 これをください。 何々をください。 他表示的是请给我。 什么什么。 那请给我。 这个。 いくらですか。 多少钱呢。 点回答す。 300元の物ですが。 春の万元で230元になります。 首先是300元の物ですが。 这个物当然是东西了。 以前就说是300人民币的东西。 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可以不说出来。 我们可以说是300人民币。 这个那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后面啊。 春の万元で230元になります。 这是日月的。 但是春の万元で。 这里的で当然表示原因。 对啊。 因为是春季大减价。 所以呢。 230元になります。 我们知道提言加上一个なる。 是提言加2加なる。 表示的是自然的变化。 这句话也就是说。 由于是春季大减价。 打折后是230元。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啊。 100元札を3枚出す。 这里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杂读成的是札。 表示的是纸币。 如果这里面读成的是札, 它不表示纸币, 而是表示的是我们的牌子。 拿出3张100元的纸币。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三枚。 因为纸币是扁平的东西用mai。 我们数字放在动词前面, 不需要任何修饰的。 細かいのがありません。 これでお釣りをください。 細かいのがありません。 它的意思是, 我没有零税的钱。 这个の实际上就是お金。 細かいお金がありません。 我没有零税的钱。 これで。 これ就是他手上拿的人民币。 用这个お釣りをください。 请给我找头。 店员怎么说呢? 300元をお扱りします。 70元のお釣りです。 意思是, 好的, 收您300元。 同学们, 我们之前讲过的 お扱りします。 一般来说是, 欲收你多少钱。 比如说, 这样东西是230元。 那么这时候呢, 对方没有零钱。 我们就会说, 何々お扱りします。 如果这样东西是230元, 而对方给了你230元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会说, いただきます。 这一点希望同学们注意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 实际上是, 欲收你300元。 我等一下还要找你钱的。 找你的钱怎么说呢? 他讲的是, 70元のお釣りです。 我们也可以说, 70元のお釣りです。 意思也就是说, 账您70元, 或者说70元的找头都可以的。 好, 最后一句话, 毫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你每一次的会顾, 谢谢你每一次的光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柜台, Cassette Tech Uriba, 讲的是录音机柜台, 或者是卖录音机的专柜。 首先店员讲,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那小李怎么说呢? あの, Cassette Tech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他的意思是, 不好意思, 我想买个录音机。 看看对方怎么说。 Cassette Techですね。 ご予算は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这里的NESH确认了, 也要一个录音机啊。 那么您的预算是多少呢? 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或者说どれくらいですか? 或者是いくらですか? 都可以的。 小李的回答是, 400元くらいのがいいんですが, 400元左右的。 这里的400元くらいの, 实际上他后面讲的是, 400元くらいのCassette Techがいいんですが, 这里的NESH确认了, 就是一个形式体验、 一个准体著词。 那么店員给他拿出来, 给他看。 これはいかがですか? 这个怎么样呢? 也就等于これはどうですか? 小李的回答是, ちょっと大きすぎますね。 もう少し小さ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が? 首先看一下, ちょっと大きすぎますね。 我们知道的すぎる, 是有动词的連用性一型じゃすぎる。 形容词詞感じゃすぎる。 形容動词詞感じゃすぎる。 表示的是, 过于怎么怎么样, 它构成的是一个复合动词。 一般是用于消极方面的。 那么ちょっと大きすぎますね。 当然是有点大呀。 后面もう少し小さ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が? 这里的小さいのは, 这个no是什麼呢? 它当然是一个形式体验。 实际上讲的是, もう少し小さいカセット的機はありませんが? ありませんが? 实际上是比ありますか? 更加客气委婉的一种询问方法。 意思是, 有没有少微小一点的? 那么他的回答是, じゃあ, これはいかがですか? 那么这个怎么样? はい, これにします。 いくらですか? はい, 是可以的。 これにします。 体验, 加一个に, 加一个する。 表示的是, 选定。 从很多项里面选定一项。 これにします。 它的意思就是, 我就要这个了, 我就选这个了。 いくらですか? 多少钱? 400元のものですが, 这里的もの当然是前面的カセット的機。 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可以不说, 意思也就是说400元。 我们自身来看下去。 这里的そうですか? 是吗? 也是非常吃惊的。 それは買得得ですね。 它的意思, 那我买的真是划算了, 这个意思。 でも, 但是, もう少し再稍微怎么样呢? 値段を安く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が? 这里的 買得得くださいませんが? 使ってください的, 比较委婉的一种说法。 这里面还有一个巨型, 何々を何々する。 看到吗? 就是人为的变化。 它的意思是, 那再请你把价格变得便宜一点好吗 那么店员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这里面形容词一变空加上一个する 表示的是人位的变化 意思是我把它变得便宜30元 但这样的话太自意了 当然是给你便宜30元吧 再看后面 これで290元になります これで这个d是什么东西吗 它不表示原因 不表示方法手段等等 而是表示时间空间数量等等的限定 是不是 これで也就是说到这个为止 那也就变成了290元 那么整句话的意思是 那么给你便宜30元吧 这样就是290元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300元を出す 这个很简单的意思是 拿出300元是吧 はい 就是递给他 はい 给你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再看下去 はい 300元を扱します 比实际收的钱多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コードを買いたいんですが 我想要买一件大衣 大衣同学们要注意的 他一般讲的是第一人称想干什么事情 或者疑问句也可以用于第二人称 何々大衣ですか 当我们用于第三人称结句的时候呢 一般用高ったです 是可以的 那么第三人称呢 一般我们会说 何々高ある的 要注意 在这里面的 うんですが 这个うんです 是解释说明的 这个呢 是看对方的反应的 不知有没有 他没有说下去 那么电源回答是 これなんかいかがですか お客様に似合いそうですよ これなんか 讲的是 これなんで これなど 这次例的怎么样呢 お客様に似合いそうですよ そうです 要注意的 前面接的是动词連用型 一型 是样态助动词 看上去 怎么怎么样的意思 跟您非常的配 这个意思 色と形はいいんですが ちょっと大きすぎますね 颜色和款式呢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稍微大了一点 这里面的 大きすぎますね 就是过分的大 稍微过分的大了一点 就形容词词 感觉すぎる 要是都是过于的 怎么怎么样 那么电源怎么说呢 こちら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这个怎么样呢 那么中导怎么说 これはLサイズですか 这是L尺寸的吗 L在日本就是大号的意思 这是大号吗 いえ Mサイズです Lサイズは 折り切れました 他说 不是的 这个是Mサイズ 就是中号的 大号的呢 已经卖完了 中导怎么说呢 このコードは ちょうど よさそうですね 試着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这件大衣呢 看上去 很好的 試穿一下 行吗 这里的 よさそうです 也要画一下 这个そうです 在这里面 还是一个 样态注重词 就是看上去 很好 試着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我 什么什么 也行吗 でもいいですか 試穿一下也行吗 那么我们听听 店员怎么说 可不可以試穿呢 はい こちらでどうぞ 可以的 こちらで 讲的是 在这个地方 这个で 表示的是动作 发生的场所 怎么样呢 どうぞ 他后面没有说下去 实际上讲的是 試穿 可以说どうぞ 試着してください 请在这里 試穿的意思 お客様 いかなですか 这位客人 这件衣服如何呢 中导怎么回答呢 啊 ぴったりだ 軽くて 着やすいですね じゃあ これにします いくらですか 啊 正好 很合身的意思 軽くて 着やすいですね 穿起来啊 又轻 又方便啦 这里的軽くて 他用了形容词的 定型的中盾 形容词一 变成空 加一个て 在这里 我们说 用定型连接起来的前后句 表示的是并列 既 又 可以这样说 じゃあ これにします 那么 これにします にする 还是选定的意思 从很多项里面选定一下 在这里面就是 那么 我就选择这个 いくらですか 多少钱呢 好 看看 店员怎么说 100 95元 いただきます 我要收您 195元 100元札を2枚出す 100是100 不是100啊 这样的 没有的 是100 所以 100元札を2枚出す 拿出 两张 100元的紙币 他说到 はい 店员呢 就收下了 200元 お扱りします 5元のお返しです 5块的早头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非常的感谢你 最后一个场景是 万年筆売り場 讲的是 钢笔的 专柜 那么 又是怎么样的 一个情况呢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万年筆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ちょっと ミセティクダサイ 我想要一次 钢笔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这里要注意的 ミセティクダサイ ディクダサイ 是 请 干什么什么事情 讲话人 要求或 请求 别人 干什么事情 和我们的 ミセル 是 让看的意思 所以 它的意思是 请让我看一下 好吗 店员怎么回答呢 はい いくらぐらいのが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这里的 ノ 实际上就是 いくらぐらいの 万年筆が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也就是 多少元 钱左右的 钢笔好呢 那么 小丽的回答是 50元ぐらいの をミセティクダサイ 请让我看一下 50元左右的 钢笔 那么 店员 就会怎么说呢 どうぞ を選びください 请你选择 这里的 同学们 要滑一下的 を 后面接的是 动词连用型 一型 を 后面接的是 撒辫动词词干 再加ください 表示的是 请求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一般是 对长辈上级 这里面是客户 客户就是上帝了 所以 我们也是用 非常客气的 请求 を選びください 请您选择 那么 小丽怎么说呢 ちょっと書きにくいですね 他の色のは ありませんが 哎呀 稍微有点难写呢 不好写呢 有没有其他 颜色的 干笔呢 ちょっと書きにくい 这个にくい 也会一下 动词连用型 一型叫にくい 表示难以 你怎么怎么样 他の色の 后面导致上红年筆 他の色の 万年筆 はありませんか 电源是怎么回答的 はい 他に 黄色いのと 青いのが ありますが どちらにしますか 有的 他に 就是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呢 黄色いのと 这个の 就是 黄色い 万年筆 と 青いのが 这个の 也是 青い万年筆 がありますが 有黄色的 干笔 和蓝色的 干笔 どちらにしますか 你选择 哪一个呢 青いのを 見せてください 请让我看一下 蓝色的 干笔 はい どうぞ 好 请看 これは書きやすいですね 割引はありますか 割引 正しい 打折 这句話的意思 也就是说 有打折吗 いいえ これは一本 百元です 首先いいえ 就代表的是 不一样 これは一本 百元です 这个 意思是 一百元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汽藏字屋 应该用 本的 一字呢 就是一本 那我们小李 到底要不要呢 我们来看看 ちょっと高すぎますね えー 太贵了 店員怎么说 でも これは 新発売で ボールペンと 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よ うんです 是実施说明的 要是提醒他注意的 但是 这个是新上市的 这个です 中文的新式 名字じゃって ボールペンと 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よ 它是跟原住比 是配套的 或者是组成一套的 这个意思 そうですか じゃあ これをお願いします 是吗 那么 这个就拜託你了 これをお願いします 的意思 就相当于 これにします 我就要这个了 我就选择这个了 这个就拜託你 帮我拿一下 店員就会说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小李又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货物ですから 包みをきれいにしてください 因为我是货物 货物就是礼物 我是要送礼物的 所以呢 つつみをきれいにしてください 把这个包装呢 变得漂亮一点 我们也可以翻译成 请包装的漂亮一点 这也是人为的变化 何々を何々する 把什么什么 变成什么什么 在日本有的时候 我们会说 请帮我包装一下 我们会说 ラッピング お願いします 也就是 请包装一下的意思 我们来听听 对方怎么说呢 はい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我知道了 好了同学们 我们第二课的 会话到此也就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 跟着老师来念一下 会话 李さん 今お暇ですか ええ 夜の自習時間まで 暇ですが それでは 今日は春の 番煙がありますから 一緒に 買い物に 行きませんか ええ いいですよ どこへ 行きますか 町のディパート 行きたいのですが どうでしょう ちょっと 遠すぎますね 夜の自習時間に 遅れては 困りますよ 学校から 町まで 5キロしか ありませんから 間に合うでしょう じゃあ 早く 行きましょう 店に 入る すみません 靴売り場は どこですか 靴売り場 ここを まっすぐ 行くと エスカレーター があります エスカレーター のところを 右に 曲がって まっすぐ 行くと 左側に あります 左側ですね 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靴売り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靴が 欲しいんですが ちょっと 見せてください どれくらいの サイズが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私が 履くのですが そうですか これなんか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うーん こういう デザインは ちょっと では これは サイズは 25.5センチ ですが 履いてみても いいですか どうぞ いかがですか ちょっと きついですね つま先が ちょっと 痛いんです デザインは 気に入りましたが この形で もう少し 大きいのは ありませんが じゃあ この上の サイズを 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ええ お願いします 26.5センチ です いかがですか これは ちょうど いいです じゃあ これを ください いくらですか 300件の ものですが 春の 万円で 230件 になります 細かいのが ありません これで お釣りを ください はい 300件を お扱りします 70件の お釣りです 毎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カセット テッキ 売り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あのー カセット テッキ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カセット テッキ ですね ご予算は 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400件 ぐらいのが いいんですが これはいかが これはいかがですか ちょっと 大きすぎますね もう少し 小さいのは ありませんが じゃあ これはいかがですか はい これにします いくらですか 400件の ものですが この売り場は 春の万円で 2割引きですから 320件になります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は買い得ですね でも もう少し ネタを 安く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が それでは もう 30件 安くします これで 290件 になります はい はい 300件 お預かりします 10件の お返しです 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コート 売り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コートを 買いたいんですが これなんか いかがですか お客様に 似合いそうですよ 色と形はいいんですが ちょっと 大きすぎますね こちら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これは Lサイズですか いいえ Mサイズです Lサイズは 売り切れました このコートは ちょうど 良さそうですね 試着しても いいですか はい こちらで どうぞ お客様 いかがですか あー ぴったりだ 軽くて 着やすいですね じゃあ これにします いくらですか 195件 いただきます はい 200件 お扱りします 5件の お返しです 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万年筆 売り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万年筆が 欲しいんですが ちょっと 見せてください はい いくら くらいのが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50件 くらいのを 見せてください どうぞ お選び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 書きにくいですね 他の色のは ありませんか はい 他に 黄色いのと 青いのが ありますが どちらに しますか 青いのを はい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好 同学們 那么 我们的朗読 也就到此 結束了 みなさん 練習待ち感 ですよ はい これで 終わりで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